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小肯尼迪可能宣布退选 转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分析认为这或许会影响 关键摇摆州的选情 而针对此事 特朗普受访时表示欢迎 声称如果自己胜选的话 不排除让小肯尼迪在政府中任职 小肯尼迪是美国已故 前总统肯尼迪的职额 但却不获家族成员支持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 明显是项驴两党的擂台 让小肯尼迪的上选几率变得渺茫 加上他的竞选搭档日前表示 他没有获得公平的竞选机会 因此考虑组建新政党 或与共和党代表特朗普联手 对于这项消息 特朗普自然是无人欢迎 表示自己一直很欣赏和尊重 小肯尼迪还赞扬对方 是一位聪明人 另外特朗普星期四到访 亚历桑纳州时再次谈到移民课题 这也是他竞选议题之一 为了显示他在这方面的决心 他星期四再次到访美墨边境 而且还故意选在对手贺锦丽 准备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发表个人政治生涯 最终要引说的同一天 以加强对他处理非法移民课题 不利的攻击 特朗普承诺如果胜选将会沿着整个边境建造隔离高墙 并实施美国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限制移民措施 他还威胁要对那些不肯接收 被驱逐移民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